了 舅妈 你年轻漂亮 还有气质 怪不得现在 还有人追呢 这孩子你开什么玩笑 我没开玩笑 舅妈 总来接你那老帅哥 是谁呀 什么老帅哥 你别瞎说 我都看见了 那男的真不错 真的 这说明我舅妈 还是有魅力的嘛 你说什么呢你 舅妈 你放心吧 我知道什么该说 什么不该说 舅妈想起来了 你说那人啊 就是 我那天做完美容一出大门嘛 我就碰着一老同学 好久没见面了 多聊了一会儿 哦 我才也是 卉卉 嗯 我看你平时用那包挺土的啊 你说你一小姑娘 用那么过时一包 舅妈最近啊 买了一款新的LV包 可漂亮了 回头今妈给你送过来啊 哎呀 舅妈 你留着用呗 我这个还能用呢 你看 你跟舅妈客气什么呀 舅妈一直来这儿麻烦你啊 就心里过意不去 早就想意思意思了 那舅妈 你说到这儿 我还真有个事儿想求你呢 你看 你啥求不求的 咱都是自家人 你说吧啊 嗯 我结婚这些年 嗯 跟老婆婆这些磕磕绊绊的事啊 嗯 你也知道 嗯 这不 最近我老婆婆 想让我搬出来耽固 这好事儿啊 这是 是 这不 我想贷款买房嘛 嗯 他们家穷的呀 连首付都拿不出来 嗯 我就想让舅妈 帮帮我们 哦 这事儿啊 嗯 你 你容我回家啊 给你想想办法 啊 嗯 舅妈 帮帮我们吧 好 大姐 昨天啊 这卉卉跟我说的时候 我就答应她了 好 喝点水 嗯 你跟阿里说啊 大姐 你说这点钱 你说也不算什么啊 可最近 我那点钱啊 就还套在股市里了 一时半会儿 还都拿不出来 你说这是咱家的事儿 我这一想 我也不能不管呢 这不 我跟我那娘家 大表哥说了 她一听啊 马上就答应了 说要帮忙 可就得那个 按着国债的利息 付点利息才行 行呢 我马上给您去办 不行 我再想想别的办法 行 人家能借咱们钱 就是不容易了 再说了 付利息也是应该的嘛 你同意了 大姐 那太好了 那我之就给你去办去啊 你等我电话 大姐 行 那我就先回去了 你别这样 那大瓶还没回来呢 我就不等她了 那 行了 大姐 你慢走啊 下午等我电话 林玉如实在不愿意借出这笔钱 但为了赌卉卉的嘴 还不能不借 便耍了个既收利息 还做了好人的小聪明 孟婷呢 这钱 借得很是赌心 不光是利息的事 林玉如那么痛快地把钱借给了她 难道卉卉说的那件事 那件事是真的 是真的 怎么选了这么个地方 环境对人心里很重要 你就这么确定我会来吗 不确定 我是来碰运气的 看来我运气不错 我来不代表我对你有什么想法 是因为我今天实在没什么可干的 那这是我不幸中的外幸 还是外幸中的不幸呢 幸与不幸并不存在什么意义 我劝你 不要对我抱有什么幻想 恕我直言 以你的魅力 还不足以构成我幻想的对象 这一点你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 你这个人实在不讨人喜欢 你知道吗 知道 所以我至今单身 可是你这么讨人喜欢 怎么还是一个人呢 我一个人 开玩笑 我的朋友多着呢 只不过是我现在没有确定 谁当我的丈夫更合适而已 还在对原材料进行取样和评估 说什么呢 好像在做试验稿生产一样 谈恋爱本身 就是生产过程的一部分 或者说是一笔生意 那谈恋爱和做生意有什么区别吗 最终签署的东西不一样 一个是合同 一个是结婚证 但性质都一样 只是叫法不同 当然最主要的区别还是产品 这么说你到现在为止没有谈成一笔生意了 但是我长学问了呀 你别笑了 你想想看 单身男女 在他们认为合适的人群当中 挑选出愿意交往的对象进行评估 就像现在你和我一样 然后呢 他们开始考虑 两人交往 所获得的收益 和付出的成本 看看箱抵消后 能有多少盈余 就是说 今天我不请你去高档的茶楼 就是对投入成本的计算 我要看看今天情感的收益 再决定下一次我们约会的地点 你认为我们会有下一次约会吗 有 这么肯定 你今天能来 就说明你跟我交往的收益 要大于和其他异性 你太有自信了吧 不信走着瞧 下一步 我们就会觉得离不开对方 同时又担心对方离开自己 于是就得用制度化的手段 去加以约束 就是说去签合同 或者说去结婚 你们做心理学的 对白日做梦这个现象 怎么解释啊 有理想 你真的病得不轻哎 我是医生 那更糟糕了 是大姐啊 你在哪儿呢 行行行我马上就过来啊 好好好 大姐 早来的 大姐 你呢 拿了三万块钱 咱找地儿去数数 不用数我还不相信你吗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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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大姐 大姐 怎么办呢 快跑进去吧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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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 大姐 这案报了 你说这钱能找回来吗 谁知道啊 你不给警察留电话了吗 找到他就会通知你呗 万一找不着呢 那你就认倒霉呗 咋是我自认倒霉呗 咋是我自认倒霉呗 大姐 那钱我可是给你了啊 你没给我 我怎么没给你了 你想想 那钱 我已经放在你手上了 我回忆了 你当时没撒手 那也已经给你了 没有没有没有 真没有 大姐你怎么这样啊 我哪样了 那钱我明明给了你 你怎么不承认呢 这谁弄证明呢 你说啊 这还要什么证明啊 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啊 你还没明白装糊涂你 那我怎么这么倒霉 我是为你们家人 把这钱借给你的 你到现在出事了 你又不承认 哎呀妈呀 好要 那我要知道这样 我就不借钱了 好了没了 行了 我认了 我赔你一半吧 那不行 大姐 这事咱里也说清楚了 哎呀妈呀 怎么说清楚啊 你说我 倒霉我 我还倒霉呢 姐 别哭了啊 别哭了姐 别难受了 你说这 嫂子不是干骸物的吗 怎么这么点尝识不懂啊 也许人家在银行的时候 早就盯上大嫂子呢 大姐 你说你们也真是的 你怎么拿着钱 这孩子在马路上留的呢 大意了 其实这钱 不是她跟别人借的 是刚在银行取的 潘姐值得 所以约的路口了 倒霉催的吗你说 他气死我了 那会会抖机灵 要么 这下可好 你说 你怎么能乖会呢 要没会会 林语如能把钱借给你啊 那他又不答应不就没这事了吗 你这就是不讲理了啊 姐夫 怎么回事啊 怎么又扯上卉卉了呢 这 这么回事我跟你说 玉如在外边有人了 那霍卉卉看见了 为了赌霉卉的嘴 把这钱借给我了 有这事儿 有这事儿 你想想 他是能把钱借给别人的主吗 姐 不是我说你啊 这有你不对了 听风就是雨 人家好心好意把钱借给你 现在出事了 你把屎盆子就往人头上扣啊 太不仗义了你 谁不仗义啊 你懂什么呀 你懂啊 无风不齐荡啊 难道我能冤枉他不成吗 你制造的冤架错案还少啊 卉卉看见了吗 她说她亲眼看见他 看见什么了 上床了 还言哪 还用看着上床吗 那男的接的好几次了 接我送我的男的还那么多呢 可我们都是普通朋友关系啊 如果你们这么说话的话 我绝对太不负责任了 你给我闭嘴啊 你啊 那就是农夫与蛇里的那条蛇 你闭嘴你给我 你遇到这件事了吗 站着说话不要疼 要疼也不能下 行行行行 行了 你别争了 别让我踹你啊 姐 姐 姐 你不是 我说我这就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呀你 姐 我觉得这钱先别急着赔他 要是真有这事 不但不赔他 他还得赔偿大哥 因为他是过错方啊 不是吧 这事回头跟大哥说一下 让他防着点 让他防着点 二哥 我说你怎么也这么猜啊 没影的事 你让大哥知道了 多给大哥心里添堵啊 不是 我 梦想说的对 这事啊 还不能操之过急 第一呢 没有确凿的证据 不能乱说 那大家都不痛快 第二呢 假如真有这事了 当然 我说是假如啊 也得瞒着你大哥 你想啊 如果他们真的一闹离婚 你大哥就是净身出户 什么也捞不着 房子公司全是人家林玉如的呀 到那时候 你们可就害了你大哥了 想想 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这事啊 肯定弄清楚 你有本事你弄清楚 弄清楚就弄清楚 你看看 这大姐也真是的 没影的事 她弄得满城风雨的 你说 这让大嫂知道了多不好啊 我今儿叫你来呢 就想跟你说说 大嫂的事 你也觉得大嫂有问题啊 我只是看见 她跟那个男的在一块 大姐跟我说 你要调查这个事 我觉得你应该知道 要不然搁在我心里 那你还记得 那人长什么样吗 见了面 可能能认出来 她开着一辆越野车 车牌号好像是 六七六三 六七六三 大刘 行了 别贫了 帮我查辆车 你好 请问你找谁 我想找一下你们公司的李平 又是来找李平的 是啊 怎么了 他早就不在这儿干了 公司辞退了 那你能告诉我他去哪儿了吗 我哪能知道啊 那你刚刚说 那你刚刚说又是来找李平的 什么意思啊 没 没什么意思 我就想知道还有谁来找过他 前段时间来过两个女的 一个是刚堕了胎 要补偿费的 一个是嚷嚷着要堕他耳朵的 你是第三个 你是要 我是他老婆 是 什么 对不起 刚才我瞎说的 这 这个事情能瞎说吗 不对吧 你是他老婆 你不知道他在哪上班 再说了 我可听说他老婆奇丑无比 哪有你这么好看呢 我 我是他二老婆 那 你知道 他到底去哪儿了吗 不 不知道 你就告诉我他去哪儿了 我不会告诉他是你说的 你去找个人 他什么都知道 谢谢啊 我可不是为了钱啊 主要是 我也恨这种男人 谢谢 他答应和你结婚吗 他根本就没打算跟我结婚呢 他有老婆的 他老婆是个摔跤队的教练 在外工作也不常回来 可他一直骗我 说他老婆跟别人跑了 那你见过他 那你见过他老婆吗 没有 那这儿我想找他闹过来着 心里的害怕了 就给了我一笔钱 那你知道 怎么才能找到他老婆吗 知道啊 梦想对林语如和李平的事儿 有些信了 他本来打算找到李平好好谈谈 让他远离林语如捍卫大哥的尊严 可当他无意中得知了李平那么多风流运势后 突然改变了主意 对付这种男人那样做是不是太便宜了 我带了这种男人嘞 你这种男人嘞 你不想让他嘞 还带你 你不想让他嘞 在中国聆演了 同一会 这种男人好 如果你不想让他想像 他只是一个男人 你不想让他 pee 他永无奈 我就把他是的 你多么 你好 你好 真对不起啊 发错了 原来是个美丽错误 真对不起啊 发错了 请你删掉好吗 删掉 删掉了不是太可惜了 能够保留吗 谢谢你了 我们并不认识 你留着也没用 我们可以认识啊 没准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会成为很好的朋友 这想起来 也是一件不错的事啊 先生 你还挺逗的 还是删了吧 给你添麻烦了 我说删了 你能相信吗 删不删的 那都在于我 一定会的 我知道 你肯定是个好人 哦 这样吧 咱们见个面 认识一下 能不能作为朋友 这不要紧 我当着你的面 把它删除掉 这你就放心了吧 你看怎么样 求你了大哥 删掉这张照片吧 那好吧 我印一百份 训人启事 就说你是我的妹妹 走失了 然后附上你的照片 满城四处张贴 看来你还是个挺有意思的人 那好吧 在哪见啊 学人启事 上车吧 上车吧 你好 你好 你比照片上更漂亮 是吗 谢谢 那你现在可以把它删了 没问题 我当着你的面 把它删了 请你原谅 我对你不太了解 不要介意啊 非常理解 那好 再见吧 再次谢谢你 我们 为什么不能认识一下 我们不是已经见面了吗 见面 不等于认识 我每天见很多人 偏偏你的照片 传到我的手机里 你说 这不是一种缘分吗 你是这么认为的吗 当然 你为什么用手机发照片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呢 我只是好奇 好吧 为了不让你白跑一趟 满足你的好奇心 我告诉你 是因为有人给我介绍男朋友 对方想看看 就这么简单 你还用别人介绍吗 人长得这么漂亮 有什么好奇怪的呀 命不好 没有碰到对的人呗 这不遇上了吗 开什么玩笑啊 我没开玩笑 我命也不好 一直没有遇到 像你这么好的女人 不会吧 我能荣幸地 请你喝杯咖啡吗 好啊 好啊 聊了半天了 忘了自我介绍 我姓李 叫李平 请问美女贵姓 我姓刘 刘 刘什么 暂时保密 刘保密 挺甜的 你 就再生气 也得把饭先吃了 来来来 来来来 今天做的菜味道特别 我不吃 我不吃饭 我想起你大爹那顾德行 我就生气 我明明好心把钱借给他了吧 出了事又全推在我身上了 他不是说还一半吗 来来来 我明明已经把钱放在他手里了 那我看着放在他手里 他就是不承认 什么人呢他是 行了行了领导 咱别为你点钱啊 伤了两家的和气 来来来 得了吧你 什么事都是顾亲不顾理的 遇到事呢 就向你们家人说话 贪神这么大家的人 哼倒了没了我 我说领导啊不是我说你啊 最近你可有点婆婆妈妈 有点让我失望 我让你失望了是不是 那个老女人不让你失望 你去找他呀 那苏不拉鸡的 林一如 你说你老这样有意思吗 咱现在在说什么事呢 我把饭给你端过来 好心劝着你 你整天提这个这个这个 老女人啊孙岳荣啊 没意思啊 你是离婚的 我也是离婚的 不是现在文明词说是离意 你自己好好想想 我我提过对方吗 那提呀你 我一向是清清白白的 不像你那边扯不清道不明的 你这一草案我不清白似的 你排排良心你去想一想吧你 我离婚以后 我手上这点钱干什么了 不都贴进公司了吗 现在你又得了便宜装圣人了 是啊 我这辈子好像就是欠你的 你不媚着良心说话 我就烧高香了 我怎么又媚着良心了 你心里清楚 问题是我不清楚啊我 你干嘛怎么跟着我 我还要问你呢 为什么总走在我前面 岂有此理 真是岂有此理 你约我出来没说两句话 就弃我而去 还问我为什么跟着你 我突然有事儿 这很奇怪嘛 我不是跟你说过我没事儿的时候才会找你 今天我突然有事儿了 所以我要马上离开 你知道吗 从深度心理学的角度讲 你已经退化到了婴儿时期 你随心所欲的表现是为了渴望我的重视 你希望我来支撑你内心脆弱的自我价值感 换言之就是说你爱上我了 是吗 是的 好在我也勉强爱上你了 我见过不害臊的 可没见过你这么不害臊的 谢谢夸奖 顺便问一句你要去哪儿啊 还有一个我渴望他重视我 支持我内心脆弱的人在等着我呢 拜拜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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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到真正的感情了 那我问你 你们两个人发展到哪一步了 有没有上床啊 刘小姐 我俩要是做过对不起你的事 我发誓出门就被车撞死 你可以不相信 但这的确是真的 可你至少回我个短信吧 这一失踪就好几天 忙 真的 一直在忙 可我心里一直想的都是你 得了吧 我爱你 李平 李平 不行 真的不行 李平 李平 为什么 我我今天身子不方便 真的 你酒量不错呀 还好吧 反正我从来都没有喝多过 感性带着理性 有个性 评价准确 昨天我给你打电话 你怎么没接呀 我和一个朋友喝咖啡呢 不方便接你的电话 男的 男的 看来你还在取样和评估 你管得着吗你 就能我和你喝啤酒 难道我不能喝别人喝咖啡吗 那我们 我先接个电话 我不是跟你说 我方便的时候会打给你吗 想你了呗 我是想告诉你啊 我给你买了件礼物 礼物 什么礼物啊 见了面了不就知道了吗 可是我现在不太方便 不是现在 过两天哪 我们公司在南辰宾馆 开通火灰 我现在就在南辰宾馆筹备你 我去找你 不好吧这样 就我自己 你什么意思啊 一听你就没按什么好心眼 不是不是不是 我是说过两天工作就忙起来了 那好吧 明天下午我给你打电话 好好好 那我在宾馆等你 好 拜拜 你好 南辰宾馆 我定一间明天下午的房 好 喂 你好 麻烦你帮我查一下南山宾馆的电话 你好李先生 房间号已经给您订好了 六楼的六三六房间 嗯 好 欢迎您的到来 祝您入住愉快 您好 南山宾馆 哦 订货会 我们最近没有成全类类似的会议 好 谢谢 好 谢谢 我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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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有点 母亲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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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董啊 就你刚才说 男女在遇到这几种事情上 是不是都会很敏感 是吧 怎么说呢 这么说吧 敏感是很在意对方的一种表现 那如果说 不在意对方的话 就不敏感了 或者说不敏感的话 就是不在意对方了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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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来一套这个 好的 你等一下 李平 李平 忙什么呢 怎么这两天没信了 我正谈生意呢 不方便 稍后我给你打个球 行 那你忙你的吧 来 领导 我刚才站那儿 一看你这造型太成功了 你和梦想约了几点啊 下午三点吧 什么事 是不是又是和那个董勇那事啊 谁知道他了 神神叨叨的 每次跟人一见面嘛 云山雾罩没个正形 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 不是 你待会儿不是和他见面吗 你正好问问他 我真不敢管你们家那些破事 心烦 怎么了 令到这儿突然 至于吗 我只是说 你待会儿和他见面 好好问问他 我怎么问呢 人家小董以为他脚踏两只船 跟别人扯着呢 那不行 不行 我们梦想就没这种人 不是 这事你别管了 过两天我好好跟他谈谈 就是 你告诉他 他已经老大不小了 别以为自己是一朵花呢 你说人家小董那条件多好啊 过这村就没这个店了 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啊 什么人呢 行啊 现在越来越个当嫂子的样了 好歹咱是一家人呢 就从你今天的表现 走 送你去 这还差不多 你什么时候到啊 我都等你一个小时了 六层六三六 我现在有事过不来 再说了晚一点怕什么呀 不怕不怕不怕 我就在房间里等你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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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前台吗 六三六取消终点房 续到明天 喂 现在你能出来吗 好 下午三点我们在宾馆门口见 我穿一个橘色毛衣黑色裤子 嗯 一会儿见 喂 孟响 到了 在哪儿呢 那不是吧 靠边停车 孟响 嫂子 这天怎么说变就变呀 大哥 把我们送到解放路就行了 孟响 到底什么事啊 一直神秘兮兮的 还不告诉我们 嫂子 有一个男的你帮我把把关 不好了 这事让小董知道多不好啊 孟响 你这也太随便了吧 你觉得那个小董怎么样 还行吧 你行就好 和人人处 别整天这山望着那山高的 可不是嘛 那小董可喜欢他的 我跟你说啊 那小董和你大嫂说 怕你外边有人 怎么着 你还真让人说着了 他管得着吗 那是人家在意你这孩子 孟响 那小董可难过了啊 这还没结婚呢 巴子都没一撇 他吃奶门就促为他 想我我跟你说啊 你不能朝三不四的啊 你让你大嫂怎么和人说 那男的到底是干什么呢 见了你就知道了 见了你就知道了